疫情持续升温为了力挺第一线辛苦防疫的医护警销人员 台北市议员王洪韦、吴志刚、徐洪廷、陈兵甫以及雀梅沙 自掏腰包购买2000件防护衣 要捐给第一线的医护警销人员 我们整个疫情是由我们最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些警销医护人员 在帮我们守住 我想前线在作战的将士我们不能让他孤单 前线在作战的将士我们不能让他物资缺乏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为这个疫情做努力的部分 就像说大家说不要出门也就是防疫的一部分 那除了我们不出门以外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那就要共同一起来面对这个共同的敌人 疫情严峻 目前光是联合医院各院区 每日N95口罩用量就将近4000个 防护衣用量更将近8000件 台北市副市长蔡秉坤也代表台北市政府接受捐赠 并表达感谢之意 那对消防局来讲呢 同样的每天要运送的这些病患 达到了200多趟次 所以一天至少也要400500件的防护衣 同样的消防局也都是 以10天以上的安全存量那么作为一个目标 所以我想现阶段我们一方面能够把这些物资都准备好 来支援第一线的同仁 那所以今天特别特别的谢谢五位议员 身为民意代表除了用行动称锦销称医护 也希望抛砖引玉号召社会大众 响应捐赠防疫物资 做锦销医护最坚强的后盾 挺医护 挺锦销 请大家踊跃捐赠 记者林熙会台北报道 请大家踊跌赏